好我们知道现代人尤其是都会人 很喜欢随手来一杯咖啡 不过现在这数据要特别提醒大家 台北市卫生局特别公布了市售咖啡的抽验结果 一半以上标示都不符合规定 其中连锁超商卖的咖啡通通不合格 建筑的咖啡热腾腾的又香又醇 让人忍不住想来上一杯 不过卫生局的检验计划结果一公布 没有想到这些连锁咖啡店还有超商所卖的热咖啡 居然有一半以上不符合标示规定 在这一次的调查里头呢 有将近53%的业者的标示是错误的 或者是完全没有标示 因为咖啡因含量的多寡 分别要用红色黄色绿色三种不同的颜色当作区别 其中红色代表咖啡因的含量在200到300毫克 甚至于300以上 这一次的抽验咖啡总共抽验了15家业者30种产品 其中市售的现主咖啡有五成以上不符合标示 而连锁超商的所有产品通通不合格 每天呢喝咖啡超过300个米里以上 咖啡因超过300个米里以上的时候 在所有的一个健康资讯上面 其实要有所警觉 有些人喝咖啡是为了提神 但是摄取太多的咖啡因对人体不见得有好处 专家建议喝咖啡之前还是看清标示 适度适量最好 继续